在屏東體育館外草地 超過2000位民眾站在瑜伽店上 雙手緩緩伸起 跟著南台灣超人氣瑜伽老師Michael 在陽光綠衣中體驗流動瑜伽 這是屏東縣政府 2024全民運動會暖身規劃的 每月一運動 首場便引起熱烈迴響 大家呼朋一半來參加 一起加入運動的行列 在戶外做瑜伽非常的棒 我看到了天空 因為我們會向左轉向右轉 向上看向下看著左右看著 整個身體的筋骨都放鬆了 很特別啊 就找這個老師來 而且大家玩得很開心 有這個全民的推廣 我覺得能讓一些 比較少運動的人 增加運動的機會 非常的非常的開心 在瑜伽課程後 皮諾縣政府邀請 亞洲有氧天王潘若迪 帶動有氧舞蹈 將現場氣氛炒熱到最高點 現場周春明也是在團隊 一起運動 期待能帶動運動風氣 因為113全民運在屏東 所以我們從1月開始到10月份 每個月都有一系列的活動跟運動 今天開始的帶領我們領頭羊的 就是由我們的Michael老師帶我們做千人的瑜伽 還有天王潘若迪老師帶我們來做有氧瑜伽 讓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開心就更喜歡運動 讓我們屏東成為一個運動的城市 保持健康的先決條件 它不是營養而是勤勞 維持運動的主要目的它不是努力 而是要持續 希望你可以很開心很持續的每一天 跟著潘老師一起動起來 謝謝縣長今天能夠讓安排一個這麼好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我覺得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全民的運動是多麼的重要 全民運動會將於10月26日起 一連六天在屏東縣展開 期間將湧入13000名隊職員到屏東縣大整身手 縣府指出即1月瑜伽後 2月及3月將陸續辦理自行車 國武術及原機舞等相關活動 報名資訊可上好運動起來官方網站查詢 希望藉由容易上手的趣味體驗 讓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培養運動興趣 增添民眾對全民運動會的了解 縣府歡迎全國民眾一起來屏東同歡 全民運動會在屏東 記者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